全臺灣共有十三所公私立大專院校 設立學士學成原住民專班 臺北市議員李富中午 為了增進大臺北地區 原住民族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市議會質詢 希望二零一三年有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以及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合併的臺北市立大學 要設立原住民專班 就是因為這個新的學期已經開始 新的年度學年度已經開始 也不可能要求你說 這個學期要開班或怎麼樣 我說未來校長你覺得有可能成立學士 原住民學士專班 大概是哪一個學年度 比較有可能 我們會配合教育部的這個時程來申請 那預計在一百零四或一百零五 這個部分來成立這個學士學位專班 另外議員提出 臺灣原住民流浪教師目前有兩千九百多人 而臺北市原住民身份教師比例一百零一學年度 國中小學一直到大學 平均原住民身份教師比例只達百分之零點三六 議員林副中午希望教育局可以參照臺北市 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 期盼學校禁用百分之二的原住民級教師 來提高臺北市原住民教師比例 原鄉部落學校的原住民老師禁用要達三分之一 原鄉部落要三分之一是原住民的老師 那當然都會區的話不在原鄉部落 原住民鄉以外的地方 但是我們有一個原住民 我們有一個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是百分之二 其實所有流浪教師議題都需要關心 就像一開始在教育文會的時候也有談到 就我們現在包括代理代課老師等等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其實是整體問題 那當然在原住民族這個部分 如果說議員同意的話 當然我們可能在要必須在就法的部分 能夠在教育局再做一些相關的演繹 議員林副中午期待透過拉高臺北市原住民教師比例 來改善原住民級流浪教師的情形 而教育局長表示 會在一個月內進行演繹 並擬出初步報告 會不會提高禁用原住民族教師的比例 還不確定 記者 馬拉斯巴扎克 臺北市議會採訪報導